第971集 这画风转得还真快 芸汐偏头看了她一眼 雪衣和当狙击手观察手 还是有区别的 难保哪天咱俩一起的时候 遇上个同样是天才型的狙击手 那你就需要一个专业的观察手 不是吗 顿了顿 她知道她不累让她面对战争 可没有人能保证 将来不会出现突发情况 就算是那样 老子也能解决 用不上你 少帅 你这是怕我不能跟你配合默契 还是怕我赢过你啊 毕竟 咱俩可是严教官的学生 面对她油盐不尽的坚持 芸汐只能用 最拙劣的激将法了 她的激将法 倒是让穆飞池笑了起来 她微微松开手 双手往后一撑 霸气又慵懒地看着她 幽深的黑眸 把她紧紧地锁在自己的视线里 你要能赢过我 我很高兴啊 我家夫人比我厉害 那是我穆飞池的荣幸 更是骄傲 老子恨不得 跟全世界的人先摆我家夫人 有多能耐呢 你要比我厉害 老子很乐意吃软饭 芸汐捂着额头 她实在找不出任何形容词 来形容她的无赖了 站在至高的位置上 当有人超越你的时候 你会感到压力 甚至会感到危机 她倒好 还以此为荣了 换了别的男人 说你一句吃晚饭 人家估计抽椅子上来干架了 她就没见过 像她这样 还乐此不疲的 若是换了个小白脸 没骨气也就算了 可偏偏她还是军国 最有血性 最血气方刚的真男儿 说她吃软饭 估计也没有人会相信 瞧她那副懊恼 又无奈的模样 莫非持忍不住轻笑了声 摸了摸她的头 抱着她站起来 既然你想体验一下 当我的观察手 是什么感觉 那好 如你所愿 她想要的东西 只要她要 只要她有 她都会满足她 啊 芸汐有些懵地看着 突然改变主意的男人 什么意思啊 去换迷彩服务 带你去训练基地 让你感受一下 当我的观察手 是什么感觉 真的吗 你真的带我去 严教官教了她 如何当一个狙击手 和观察手 狙击手 她已经在雨林里 体验过实战的感觉了 但是观察手 她却一直没真正地实战过 她没想到 她不同意她当观察手 却能让她去体验一番 就不怕她得寸进尺 再讨价还假嘛 她琢磨不透 这个翻手云 覆手雨的男人 心思比海还深 而她不知道的是 对于沐飞池来说 就算她要她的命 她恐怕 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沐飞池拿过手机 给李子兰和其原冯瑞 拨了电话过去 让他们直接到 她的训练基地集合 她有三个私人的训练基地 一个在东面 林河 不定时地会让队员 进行球渡和蛙人训练 另外两个在西面 一个是距离市区 有二十几公里的 废弃烂尾楼盘 还有一个 是平级的荒山基地 这次去的是烂尾楼群 那儿楼层密集 人烟荒芜 偏偏又具备了 城市反恐区地的 阵地要素 所以 在那儿进行实战演练 再合适不过了 很快 训练营外头的直升飞机 停了下来 木飞驰拎着装备 从装备房里出来 看着芸汐手里握着的 那把狙击步枪 墨镜下的黑眸 沉了沉 一切 都没有按照她预定的道路 在走 她这事注定了 要跟她一起上战场了 这是我们下期的 正宗主是 数据 早安 不论